今天這個背景不太一樣 今天不是在我住的地方 是在我桃園的家 然後就是我爸的舒服房這樣 因為今天是5月23號 然後明天要選舉 所以我就是趕快投票這樣 那今天除了是選舉的前一天呢 同時也是 CALS跟UniCLO還有SESAME STREET聯名的發售日 那這個系列呢我真的是超級喜歡 因為我是CALS的忠實粉絲 那我知道其實現在很多人對CALS還蠻陌生的 就是不知道他是一個人啊還是一個品牌還是一個塔通人物 就是很多人其實根本就不曉得這樣 所以呢先跟大家稍微講一下他的來歷好了 CALS呢本名是Brian Donnelly 然後他是在1974年與美國紐澤西出生的這樣 他最早期的成名作呢就是在路邊的時尚廣告 他把它拿來塗鴉做二次創作 然後慢慢打搶知名度這樣 到後來呢他與日本的一些品牌合作做了一些玩具 像是最著名的有Companion啊或是Trump 就是米其林人這樣 到了2006年呢他創立了一個潮牌 叫做Original Fake 這也是我第一次認識他 就是那個XX最著名的標記這樣 但是呢在2013年的時候 CALS為了能夠繼續的專心他的藝術創作 他就把這個牌子停掉了 然後是一直到了前幾年 在Niko的引戒下他才重新與UNIQLO的UT系列 開始做CALS的衣服這樣 那其實我是非常的開心 因為在早期Original Fake的時候啊 那時候衣服還蠻貴的 我還是學生根本就買不起 那時候想說好好的努力 以後賺錢可以多買一點 結果他就這樣子收了 就是沒了 那時候真的是心超痛你知道嗎 那還好現在他跟UNIQLO合作之後呢 一方便是又可以買他的作品 二萊斯價錢真的便宜超級多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樂見這個現象 那CALS跟UT呢一共聯名了三次 這一次呢是我個人最喜歡 也是我買最多的一次 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買了些什麼 OK那廢話不多說 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第一件呢就是這個 短袖的塗鴉梯 他這次短袖一共有輸出三款 那我是只有買這一款這樣 然後這款有黑跟白 這個圖案我是覺得在黑色上面比較好看 所以我就選黑色這樣 那材質的話呢 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UT其實有很多系列嘛 我有買過DRUMP跟CALS聯名的 我覺得他CALS聯名的系列比UT的來得更厚 就是你單買白色單穿的話 也不會就是點點露出來 除非你點點就是你知道 超尖的 不然應該都不會積凸啦 然後版型的話呢 我覺得UT的版型也是偏小 像我平常是穿M號嘛 但這件我是拿L號 然後就是剛剛好 那搭配上的話呢 是就沒什麼問題啦 就是一件 圖梯嘛 你就配牛仔褲或是軍褲都OK 那因為現在是冬天 所以單上一件可能會冷 所以我裡面可能會再內搭一個 薄的長袖 來營造出層次感 就是一個簡單的Streetwear傳達這樣 然後剛剛忘了說 他這一件呢 還有兩個小細節 第一就是呢 他的手上 袖口這邊有一個叉叉的圖案 再來呢就是 他的背後 有一個小蟲的圖案 兩個細節 蠻加分的啦 真的是個好東西 推 再來呢就是 長袖 那我一共買了兩件這樣 他這一次的長袖啊 跟他平常的大學T不太一樣 就是平常大學T比較厚 他這次的長袖呢就是比較薄 不至於會透 但是就是如果冬天比較冷 可能裡面還是要搭一件發熱衣會比較保暖 不然單長一件的話可能會有點冷這樣 再來一點呢就是他的版型 我的標題有寫嗎 矮子和善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次的版型呢 是做 寬 短 那對我們矮哥來說呢 就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呢 平常因為 他的衣服比較合身 所以他的螺紋就會比較合 那你手有時候伸起來的時候啊 你的大學T就會抬起來 那再放下來的時候呢 他的螺紋會卡在那邊 就造成你的肚子就會有一個 這個形狀的紋路就會不太好看 你就要一直去拉很麻煩這樣 那他製作的比較寬呢 就可以把這問題排除掉了 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有時候我們想要嘗試比較寬鬆的大學T嘛 但是就會變成長度太長 然後就會把TG遮住 整個比例就會不太好 那他這一次做寬短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勇於去嘗試更大的尺寸 因為寬 但是長度就不會太長 所以呢如果你是想要嘗試比較寬鬆的大學T的話呢 這一次的芝麻街聯名系列 我蠻推薦的 那我一共買兩款吧 先講第一款 第一款呢就是灰色的這個 這個跟剛剛短袖其實圖案是一樣的 只是它是灰色 那細節的話一樣 它的 袖口有 兩款叉叉 然後 背後 也有附上一隻 小蟲 不過蠻可惜 不是經典的金蟲就是了 那這款呢 灰色我覺得就可以配上淺色的卡其褲 或是牛仔褲的話 應該都會是一個不錯的穿搭選項 這樣 再來第二件呢就是這個 最經典的 叉叉 它這兩叉叉並不是硬上去的 而是袖上去的 所以就是不會掉 我覺得 比剛剛那一件來說 這件我更推薦大家買 然後背後啊 是 這個 COS也是塗鴉的樣子 那這款的搭配 我覺得跟剛剛的灰色一樣 就是你可以配牛仔褲 或是你可以選擇配上軍褲 迷彩褲都OK 就是都非常的好看百搭這樣 再來呢就是聯名的重頭戲 就是 娃娃 啊 其實我本來是想要五隻全買 但是 要一隻是 Lieutenant 大概是 但是有點硬 就是最近沒什麼錢 所以我只選擇了Elmo跟Cookie Monster這樣 而且他這次售價是990 我覺得比之前的Snooby更便宜 因為其實大小也是你知道 我頭這樣 蠻大的 然後這樣990 而且摸起來還蠻舒服的 所以蠻划算的 因為他這次的嘴巴也有張開 所以可以塞一些東西 像塞手啊 塞餅乾啊 或是你知道 好那以上就是我這次購買的東西 最後再統計一下 一共有兩隻娃娃 兩件大學T 以及一件短袖這樣 那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禮拜六 然後大部分東西都還有這樣 其實我本來沒有這麼急著 要買這些東西 但是我還想到 因為我的觀眾應該都會喜歡這些 但是你們可能會礙於 材質啊 版型啊 或是實著的疑慮 所以時時還沒下手 所以才會在今天中午 趕快就是你知道 午餐時間奔去買 然後趕快趕回來拍 就是希望可以讓你們消失一些疑慮 然後喜歡的趕快去買 不要等到賣完之後才後悔莫及好嗎 但是呢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這次拍得有點趕 所以如果有什麼地方講不好的話 再請各位多多見諒這樣 那影片的最後呢 想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 就是這個 如果老玩家就會知道 這個就是 早期 Original Fake 跟Cloud聯名的 台灣限定梯這樣 那我想說的是呢 能跟Cloud聯名就證明 當年的Original Fake 真的非常的紅 現在都是穿 Supreme的Box Logo T 大家會回頭看你嘛 以前的 潮男呢 就是穿它的叉叉 所以現在你能夠用 這麼便宜的價錢 來入手它的作品 真的是覺得非常的幸運 也要把握 對我來說 COS的設計呢 它不只是衣服 更像是一件藝術品 就是 真的擺看不膩 而且是越看越好看這樣 所以呢 希望今天的影片看完 不管你喜歡與否 都能夠對COS 有更多的認識喔 好 記得要不要再喜歡 歡迎歡迎喜歡 那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IG 那我熱門的話呢 也歡迎參加留言告訴我 那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